第一小题 根据副表 下令哪组原子是在同周期的两种不同元素 第二小题 根据副表哪些元素为同组元素 哪些元素为同位数 我们要根据副表所给的电磁排列 进而找出原子序 再借由中子数目与原子序 找出元素的质量数A 然而我们从表中可知 FGHz没有带任何电荷 因此都为中性原子 中性原子原子序就为核外的电子数总和 因此F原子序为2加5等7 G为2加8加111 H2加13 Z2加57 K2加68 我们再判断 对F而言最外层原子数为5 因此F为5A族元素 同理 G最外层为1 所以它为EA族元素 H最外层1 EA族元素 55A族元素 K6 6A族元素 再来看质量数 质量数为中子数目加上原子序 因此质量数为7加7 14 12加11 23 4加3 7 6加7 13 8加8 16 我们再由周期表的内容就可以得知 原子F原子序7 因此它就为 氮元素 G的话 原子序是E 则为钠元素 H 原子序为3 那就是为 氯元素 Z 原子序为7 因此为 氮元素 最后 K 原子序为8 因此为 氧元素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小题 哪些是在同周期的两种不同元素 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 F为氮 G为钠 H为锂 Z一样为氮 K为氧 可以很清楚看到 只有G是不同周期 而FJ 相互为同位数 因此 对于第一小题而言 A选项 FJ 关系为同位数 为止同一个原子 题目是要是不同元素 所以A错 然而G 位于第三周期 因此也不对 其他都第二周期 所以答案为 第一选项 Z跟K 也就是 氮 跟氧 而第二小题 哪些为同族元素 同族元素 我们可以进入看到 G跟H 都为EA组 分别为 钠 跟李 所以答案为 G 以及 H 哪些是同位数 同位数是指 原子序 一样 而质量数 不一样 那就是为 F 以及Z F 以及Z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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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